裡面人出來 裡面人都出來 大樓施工整修 但暗場內的張姓男子 手上拿的鑰匙 卻是兩把菜刀 來 用盾牌過來 繞道叫支援 僅用盾牌每幾秒送到 正因為衝突 就發生在警局旁邊 有公布嗎 裡面是電梯的公布 在大樓裡面 就是說施工太吵就對了 哪有可以這樣子的 穿著藍色衣服的男子 原來是大樓住戶 打赤腳抱怨施工太吵 警方不斷安撫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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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趁張姓男子卸下新房 成功上號 他前一天情緒就不穩 他那個大吼大叫 他那個拿兩把菜刀 剛好那個老闆躲在那個巷子 剛好門趕著沒有跑到 11號下午3點 花蓮某大樓中庭 正在架設新的遮雨棚 施工也不過一天 張姓男子一次是喝酒 不堪施工噪音騷擾 酒醉遲到要追砍工人 警方積緊壓制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本所懸力即趕赴現場 該名男子與警方到場前 已將菜刀丟在一旁 全案以恐嚇罪嫌 以這種花蓮地檢署偵辦 酒過三巡 感官知覺放大衝動拿雙刀 要討個安靜 最後扛罪進遞檢 看來更難安心睡 三新聞旅人安保花蓮報導